前國民黨立委孫大謙和民進黨副秘書長徐家青對邏輯問題爭執不下 韓國瑜夾在中間只好尷尬苦笑都是為了這件事 PTT版出現爆料韓國瑜是黑道的貼文 說天道盟帶同的是後來進立法院鬧事的羅浮柱 韓國瑜後來還幫天道盟的殺人犯官說找人頂包 但不到半小時就被發文帳號的原主人打臉 表示四年前帳號就被賣掉了 希望這個帳號的使用者不要再做出更多可能採線的事 不知道他們的目的達到沒有 最起碼他們已經達到一個目的 我的臉已經被打黑了 希望大家知道韓國瑜是個大壞蛋 是個大黑道 是個色情狂 希望大家不要投韓國瑜一票 希望大家踴躍投成績賣一票 去把這些檔案調出來 民進黨不要用兩套標準再看 面對假帳號抹黑 韓國瑜幽默化解 但網友為他爆屈 大罵綠營垃圾黨功 別再用假爆掛取暖了 垃圾黨爛招 看怎麼搞磕批就知道 選舉日接近高雄選情白熱化 抹黑手段傷人不成反自損 記者楊七號陳欣怡台北報導